欢迎收看《非你莫属》 我是大卫 欢迎我们的各位企业家 欢迎各位 同样要欢迎我们的两位 人力资源专家 职场观察员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求职者的面试关键词 两千公里的距离 是一个有味道的人 你听我说 他肯定是从两千公里以外 来到这儿的 那这个有味道的人 你们怎么看 他是不是两千公里 没有洗澡啊 做人阳光一点 为什么人家两千公里 你就不能洗澡呢 不是 他比如说可能骑行 或者是怎么样 你怎么就不能想成是 人家身上有香水呢 有韵味 这是点细细品味 那接下来观众朋友 就和我们一起来 细细地品味一下 这位求职者 掌声欢迎 韩慕颜 二十二岁 中国传媒大学南广学院 编导专业 本科再读 你好 大家好 我叫韩慕颜 今年二十二岁 来自吉林 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 南广学院读大四 然后今天想找一个主持人 主播配音员 这种和声音有关的工作 希望我可以穿功 谢谢 欢迎你 小韩 这回我可知道味道在哪了 穿的皮夹还有味道 我能够离你近一点吗 我明白了 虽然他刚才做出那个动作 大家搞笑 有香水 是吧 喷了香水 对 这样 小韩 想找工作吗 想 想找到如意的工作吗 想 想征服他们吗 特别想 来 拈着你的这边衣服 然后走到台去 从这一侧走到那一侧 给他们闻一闻你的味道 哈哈哈哈 来 掌声在哪里 冒擦完啊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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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们 哎 爷们 爷们 好 人力专家也不能落下啊 哈哈哈哈 有自信的男人 我这个出场方是挺特别的 非常有自信啊 非常有自信 哎 小伙子多太狼啊 一点都没害羞啊 特别棒 特别棒 大卫老师这是什么搜主意啊 怎么搜主意了 我觉得这场面 这是有一种 有一种莫名的尬 你不觉得 这是大卫老师 对于他的关爱吗 他是第一个 还场一周的一个选手 其实啊 你们都没有看出 大卫老师的小心事 这位选手霸气冲天 来是要应聘主持人的 大卫老师担心 他的位置不保 我觉得刚才 大卫老师的这个 其实特别好 我刚才整个这个一走 我觉得非常有气势 虽然他是一个皮夹 但我刚才 我觉得有一种披风的感觉 小伙子 挺场亮的 我希望他今天的面试 能让我们这场面试 不仅仅是看上去 听起来 还有什么呀 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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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小韩你刚才写的第二条 是一个有味道的人 是吧 我想问一下你 这句话是一个双关语吗 还是说只是说身上的香味 这个是一个双关语 一个是我希望我身上有香味 一个是我希望我有气质 我从我自己这来说的话 其实我自己有一瓶香水 它的味道很特别 它是雨后的森林的土壤的味道 所以说我经常会在睡觉的时候 往卧室喷两下 你想象那种感觉 就是你在城市里 但是你鼻子里能闻到森林的味道 这个感觉对我来说很奇妙 是一种对生活品质的追求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仪式感 每个人心中都有支撑他 给他力量的几个仪式感 也许喷香水的年轻人 就是需要用这种仪式感 每天来唤醒自己 给自己加油打气 香味它不仅有仪式感 好的气味也能带给人们 心理情绪的舒缓性 如果你在面试当中 能够选一款镇定情绪 舒缓情绪的香味 不仅能够有助于你面试的发挥 同时还能够感染你的面试观 所以推荐大家 挑一款适合自己的好气味 但是千万不要选那种气味很浓烈 突出个性 这样一定会影响你的面试效果 咱回到两千公里的距离 这两千公里的距离 代表了什么含义 其实这个是我的家乡和我的大学的一个距离 但是其实也可以说是我的出身和我的梦想之间的距离 我来自吉林长春的一个县城 叫榆树 老乡啊 我也是榆树的 真的吗 那当然了 对 就是我是从一个榆树 那是一个 确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县城 然后我是借着18岁一考的这个由头 然后我第一次从榆树去北京 然后我坐地铁去三里屯去玩 我从朝阳的五环过去 我整个特别渴 我下了地铁之后我就想喝水 但是三里屯哪有超市和小卖店啊 然后我当时就是整个一个土包子的一个感觉 最后应该是找了一个咖啡店 然后要了一瓶水 玻璃瓶的 我至今印象非常深刻 38块钱 那是我喝过最不解渴的一瓶水 你要想那时候我第一次从一个小县城 然后出去 然后对我迎面而来的就是两个小时的地铁车程 和一个38块钱的玻璃瓶的水 对 所以说这2000公里 更多的是我的见识的距离 也是我梦想和现实的距离 也是地理上的距离 因为我最开始出去是去北京 然后我四年的大学是在南京 我看完你的资料我挺喜欢你的 嗯 其实像你这样大胆的小伙子 有个性的小伙子 我特别欣赏 追求自我是你的权利 但是在面试的时候 和这种尊重且谦虚的态度 要交替表达出来 比如说林语松林院长 你现在看我的这只手 我从来没有这样指过哪位企业家 我永远都是这样的手势 然后他说 呀 老乡啊 我也余术的 我知道你很酷 你说 是这样吗 但是我觉得 不是要用单手指 因为你不知道背指的那位 他是否介意这个动作 明白了吗 沐妍 稍微的 稍微的 稍微收一点就好 也别收死 也别收死 所以你的这两千公里 就是你的出身和你的梦想 那好 我问问你 这两千公里 现在你觉得你实现梦想了吗 我觉得 现在我没有那个距离感了 这个确实在我18岁那一年 是真的有的 因为这个里边和 我所学的那个专业也有关 我当时一考培训的时候 是播音主持这个专业 我们那个机构 是全国很好的机构 但我一直是评考试 是在一班 但是这个专业 有一个现实情况就是 除了我之外 同班的同学 大家基本上是 形象 身高 专业 都兼具才来到这个班 只有我 这怕啥了 基本上 形象 身高 你看看我呀 你怕什么呢 我也曾经像你一样 有过自卑 但是我觉得 你看到自己的优点就好 你专挑着自己的缺点不放 那是你跟自己过不去 你专抓着别人的优点不放 那是你跟别人过不去 也跟自己过不去 多看看自己的优点 是的 大卫老师 我当时就是存在过 这样一段时间的自卑 但是我很快就过去了这一段 因为我发现我是凭专业 然后和他们来到了同一个班级 其实这就是我的长处 对 这也就是我的优点 所以说我不用去做到全好 我只需要做到 把我的好做到最好 对 我跟你说干咱这行 从来不跟别人比 你都是在跟自己比 跟每一个自己的不同阶段比 不过我说实话 我感觉他并不太适合播音主持 这个行业 未必 慢慢聊 未必 铁家人家 人想听了 人出题目了 好 那我就直接来吧 好啊 我准备了一个我最喜欢的 近代是徐志摩的 在 好 我好 在这一段 就像是在我身上的 你 那我能够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尤其是他那种 有的时候那种坏坏的那一笑 我觉得特别的迷人 我觉得他完全是人师分离 为什么呢 我刚才听的时候 我就不看他 看他样子有点痞 知道吗 他的声音完全跟他的人 对不上号 你听完以后什么感觉 我完全赞同 像各位老板所说的 刚才的我的那个不一致 我也完全认同 因为像我自己对自己的定位 其实我更想做的类型的主持人 是电台的主持人 提示大家 他现在已经进入到 你听我说这个环节了 第三个关键词了 我可能在声音这一块 给大家的可能是这个感觉 然后我的外形 可能又是另一个感觉 因为我的爱好有很多 除了朗诵 除了播音 我平时还写歌 所以在播音主持的这一块 我更多的可能 就是在声音上 而并不是在我的表演上 你刚才说你会唱歌 你还写歌 急性给我们唱一段 那我就得上武器了 来 我们上道具 这首歌曲叫《断桥》 是我自己作词作曲的 一首原创的歌曲 然后是我当初 去杭州的时候 在西湖的断桥 我想到当年白娘子 在这里就遇到了许仙 所以我当时就想 我在这能不能遇到 我的白娘子 然后没遇到 但是有了这首歌 我早听说 断桥不断 残血未惨 借用诗句去击同孤山 湖中一盼 老话说 上有天堂下有苏毫 春水碧莲天亭云绵 我来到了车里遇见了你 我如果不来车里 在哪儿遇见你 白娘子许先在断桥相遇 后世的后人 吉他摆摄船 我和你在春天隔离相遇 断桥的一段我在等你 我在断桥下等你 你骑着单车向我来 我在断桥下等你 桥上是我的爱人啊 我在断桥下等你 桥上不让单车行 我在断桥下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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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骑着单车向我来 我在断桥下等你 桥上是我的爱人啊 我在断桥下等你 桥上不让断桥下等你 我在断桥下等你 我从没一起来过断桥 咱俩从没一起来过断桥 我从不许天过作美 咱俩从没一起来过断桥 断桥 曾不许天过作美 時 和断桥下等你 离岸鞋 离岸鞋 一人在水间 离岸鞋 离岸鞋 南鞋 尺岸鞋 离岸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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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唱得太棒了 太有情感了 很难去想象 是在这样的一个 东北的爷们嘴里 唱出这样一首细腻的歌曲 江南小调 我悄悄地告诉你 我在台下听你唱的时候 还跟我们工作人员聊 我们俩都挺喜欢你的 但是啊 穆妍咱是面试 你来找的这个岗 实打实地讲 八位企业家 可能能给你个主播港 但是主持人播音员费劲 你还有其他的经历 跟我们分享吗 我是在上大学的街 只有一些实习 我的本科专业 是广播电视编导 我参加过综艺节目的录制 然后参与过现场配音 然后呢 我还在日报的财经部 的视频部 实习过两个月 然后我还在新车发布会 做过现场的记者 所以其实我的实习经历 还真挺杂的 但实际上你就是媒体类 主持类 对 还有一个新媒体类 对 我今天讲应聘的岗位 是主持人 主播 你这样吧 你在台上给我们展示一下 你的主播 比如说带货 你带货 你带过货吗 没有 我觉得我就卖香水吧 好 怎么样 这也好 来 接下来舞台就是你的直播间 准备好了 三二一就开始 大家好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每天要接触到很多人 我们去判定一个人 我们认识一个人 通常通过他的颜值 他的形象 但是其实有一个经常被大家忽略 那就是味道 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推荐一个 能够在味道上 给你加分的一款香水 这款香水叫做黑色尊爵 大家看到我手上这瓶 通体都是黑色 然后只有那么一点点的 烫金的点缀 我觉得和它的名字 非常的气和 你大哥老爷们还用香水 谁说的 这就是偏见 香水不分性别 每一个人都有毒属于它的味道 可能越是成熟的男性 越是让大家觉得 这是给男士的香水是吗 女士不用看对吧 也不是啊 女士也可以用啊 因为这款香水里面 其实隐隐的 有一点奶香味 那什么样的女士适合呢 我觉得都适合呀 因为最诱人的就是 沙漠中的 别买了 这个都适合就是不适合呀 它有多少毫升装呢 有50的 有70的 有100的 都有 所以说可供 大家选择 到底是啥味道 奶味吗 它的主体的味道是 东方的木质香 但是其中呢 夹杂一点点的奶味 总之给人的感觉 我来跟您描绘一下 就是穿着皮夹克的霸道总裁 那不会很油腻吗 不会呀 我觉得像先生 您这样的气质 其实反而更适合这款香水 因为您给人的感觉 更像是江南的小生 但是如果 您喷了这个香水之后 能够给人一个固定印象之余 还能给人一个意外 这个江南小生 还有一点霸道 好 我觉得可以了 来 我们掌声鼓励一下 其实总体感觉还挺不错的 就是功能也介绍了 我甚至有一种 被它带进去的这种场景的感觉 这是我没想到的 挺好 我觉得它像会晓 不像是个直播 直播的节奏特别的快 还有说把整个产品的功能 价格适用的人群 快速地去给它介绍完 避免这个人很快地离开了 所以说我觉得 可能也不适合带货 老师 我觉得 其实这个问题特别好解决 其实像我身边 也有很多做带货主播 其实这些东西是要背的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 只要给我时间一天 我就可以 我觉得段老师 你刚才说的这个节奏 就是说不像 其实这点我不太认同 其实我并不喜欢一打开 然后就是拼命地说话 然后语速特别快 看到我叨叨叨叨叨叨叨 就眼花缭乱这种感觉 我赞同你 我觉得有一些产品就得慢 你比如说卖书 那比如说香水 我觉得这种感觉挺好的 我反而不建议你去做直播带货 因为直播带货 其实对于主播的损耗特别厉害 首先第一个 直播带货门槛很低 但是要想做好很难 而且它是大概是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 翻来覆去的车谷了话说 而你会发现很多优秀的主播嗓子都不好 所以说从爱护你的角度来说 可以试一试 但是不要去全情地投入 你要想做带货主播全职地投入进去的话 你以后都可能再唱不了歌了 我赞同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韩慕岩 职场情商课表现如何 如果你遇到一个日常抠门的老板 但是呢 工资和年底奖金都还不错 你会继续干下去吗 会啊 因为通过我对于这道题的审题 我觉得最终钱没少啊 所以 这是 这个很实在啊 这个说法 因为你看 但是工资和年底奖金都还不错 那我还求什么呢 他比如说日常可能抠门 抠在一个我从A点到B点的一个打车 那无所谓啊 这个是一个好老板 因为他并没有苛扣我的工资 然后基础工资和年底的奖金都有 那我觉得这个老板太好了 二位老师觉得需要点评吗 我觉得他的情商无需点评 至少在这道题上 智商也不用点评 都过关 在非你莫说上 我见过很多有才艺的求职者 你是让我最犹豫的一个人 因为我觉得你的艺术天分 才艺都非常好 你应该走那条线 但是呢 你来这个舞台呢 就是为了找到一个工作 当别人给你一个主播的时候 我曾经唤醒一丝希望 但是呢 又怕影响你未来的艺术天分 我突然就有一个感觉 就是我觉得如果全场都灭灯了 或者你今天没有求职成功 我反而会很高兴 因为说实话 你到我们的企业里 就是把你的梦想给缩小了 我们可能就做具体的工作 可能就跟技巧挂钩 年轻人 你22岁 你有才华 你有这方面的天分 应该去试一下 小韩我问你一下 你那首歌有发行吗 或者是在网上有传播吗 没有 为什么 怎么说 我还不够 我觉得尤其是作为一个歌手的 一个创作者来说 我觉得要后继薄发 我觉得你可以尝试把它展示出来 也许听众对他的认可 会改变你今天求职的一个心态和状态 小韩 你这么问他 作为密拍APP的创始人 你愿意买我这首歌 并且把我打造成密拍APP的一个形象代言人吗 嗯 陈一峰 我不是给你八坑 我真觉得 这首歌好听 我也觉得这首歌很好听 那 呃 我觉得你是一个挺有才华的一个小伙子 是吧 如果 如果可以的话 我觉得想邀请你可以帮我们密拍写一首歌 没问题 那这个就看他一会儿的表现了 好 来吧 各位企业家 接下来根据韩梦言的表现 做选择 虽然巴掌灯全灭了 但是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 只是我们没有合适的岗位提补给他 我觉得应该让他有更多自我的选择 而不是被安排 很遗憾 巴掌灯都灭掉了 啊 潮汐先生刚才说 他特别希望你今天能够 离开职场 你觉得遗憾吗 我觉得不能单纯遗憾还是不遗憾来说 我 我想过这个结果 因为 其实今天我 来这个节目 很重要的一个目的 我也想找一个 就是如果我工作的话 应该是一个 哪个岗位 或者具体是哪个职位 我说两句啊 第一 这不是坏事 你挺优秀的 通过这期节目 一定会有更多的 用人单位 会喜欢你 也会找到你 第二 我希望陈一峰啊 真的去邀请你写歌 但是我提一个要求 一峰 在他写歌的过程当中 一定要让他 在你的企业当中 待上一段时间 你就算为了他写歌 创作 变相给他 安排一个实习岗位 要让他了解 你们的运营 要让他了解 你们的业务 要让他到线下去 比如说 跟你们的客户 近距离地接触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给人写歌 人家花钱雇你了 你给人写歌 另外一个 你感受一下 你看看 你适不适合职场 这是我为你能做的 最后的一点努力 好吗 刚才大老师提议特别好 如果要想给一个公司 写好一首歌 一定要深入调查 去了解他的企业文化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我这可以提供一个实习岗 没有问题 谢谢 谢谢我们的企业家啊 抓紧时间 把这首歌上线吧 好的 陈一峰提了个好问题 抓紧时间上线 我们在你的那个歌底下 给你留言 谢谢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母言 谢谢 而且你要录制的话 也可以找我 我有很多资源可以帮到你 好啊 谢谢 我觉得我今天的表现很好 完全地展现了我自己 这个是我今天想拿到的效果 因为其实我来这个节目的话 其实我是希望可以让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所以说求职成功可能是一种胜利 但是对我而言 我真正地展现了真正的自我 多面的自我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更大的胜利 来吧 我们看下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 少年的我 接受爱 传播爱 做自己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投资者 王莹 31岁 吴北人 初中学历 大家好 在这个舞台上找到一份 适合自己的工作 谢谢大家 好 欢迎王莹 刘先生好 你好 谢谢 你是湖北人 但是你是在天津大港上的学 对 这是什么情况 我的成长经历是阶段性的 然后零到六岁是在北京 出生地在北京 北京户口 没有 我没有跟着我的生父的户口走 跟着我母亲的户口走的 你用了生父和母亲 你这个父母是 离异状态 然后就是成长到六岁 离开了北京 跟母亲去了老婆家生活 还有各个亲戚家生活 待到十一岁 然后我的父亲 给我妈妈写了一封信 说想要见见我 接回到身边一起生活 那我妈经过我的同意 就把我送回到她的身边 生活了一年 那那年是十二岁 从十二岁之后 我就是去到了天津 跟母亲生活 你跟妈妈生活得怎么样啊 你的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少年的你 因为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 所以内心是有些缺失的 少年十斗舞 这个关键词用在我身上的话 可能就是渴望爱 流离失所 没有安全感 极度地渴望迫使我要查阴观色 学会生存的技能 即便是你的亲戚 你的姥姥 但是你也要注意他们的情绪 你可能要思考吃这个东西 会不会真的会直接让你吃 因为你还有弟弟妹妹 然后或者是说 你来到大姨家生活 你会不会思考吃了太多 会让他们不高兴 或者说在学校里惹了事 他们会不会很麻烦 所以这不是我需要的一个保护伞 我缺失了这块部分的一个 应有的爱 我在跟我父亲生活的那一年 并不是太好 我很渴望父爱 可是他给不了我想要的 父亲的那种爱的样子 伪爱 我说一遇下来 是一遇下来 跟我偶然不断 我应该不凭 是一遇下来 感谢 是一遇下来 太久了 我ler 我需要的 这连 Yog 是一遇下来 我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可能我的世界就这样子了 我要认定我就是没有父亲爱的那一个人 我都做好这样心理准备了 跟我妈妈相依为命的这样心理准备 好好爱她 我要怎么样努力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呢没想到来的车上 这趟命运列车上还有一个人 我自己很悲壮地说 我要怎么样相依为命了 然后这样 然后有一个另外的男士 我当时也没想太多 我觉得就是普通朋友来开个车的吧 然后来到天津之后 我妈妈说了一句 今天晚上你就先回去吧 那我就觉得这个关系 应该不是不一般了 这是什么情况 谈恋爱了 我心里就自己问自己 后来后面观察就果然是 因为她后来又跟我们一起住了嘛 这个冲击是蛮大的 因为我觉得我一直是我妈妈生命里的那个唯一 你要知道在11岁之前 我跟我妈妈也没有好好地相处 那也对她的那个爱是匮乏期都匮乏的 可以 是 所以在后面的成长过程中 是有一个扭曲的 后面的生活 冲突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我在初中的时期 已经很像一个很中心的状态了 不知道这是男孩还是女孩 然后这个时候 她还要去带我去理发 那理发师就直接就坐那儿给我理呗 然后我妈说 理完之后过来看一眼 这头发不错啊 我挺满意的 多短啊 寸头 寸头 那作为一个女孩 你这个头型确实是和你的性别 容易让人产生反差 理完之后 我妈说 这次头发剪得不错 我挺满意的 让你再臭美 然后这个时候 理发师说了一句话 说 这是女孩啊 然后我妈说 是啊 女孩我闺女 我以为她是男生 我给男生头发理的 没事没事 这就挺好的 特别好 我特别喜欢 我很满意 然后我那眼泪刷就掉下来了 在剪的过程中 我都没有去流泪 然后我流泪的那个点是什么 就是我以为理发师说了这句话 能激发我妈妈的愧疚 好像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有能激发出这种意识 好像没有 然后她很高兴 那我就觉得很绝望 第二天去上学 然后我戴着帽子 老师说把帽子摘下来 然后我没说话 就当没听见 然后第二句 把帽子摘下来 我起立 把帽子一摘 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空腾大笑 就是跟我玩了好的朋友 他也忍不住笑了 他没有 不是恶意 但是真的是忍不住 怎么会这样 就是啊 然后那段时间里 我都想着要 我要离家出走 中午放学 我就离家出走了 其实我想问一下 你这故事都讲的是 你怎么想的 当然你妈妈怎么想 你妈妈为什么会这么做呢 她肯定有前因 才会有后果呀 对 没错 就我们关心的是这个 在她的眼睛里的我 是一个爱美 爱臭美的女孩子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 我已经没有 可以臭美的任何的资本 因为我穿的裤子 都是九分裤 像小学的短袖的话 人家常在这里嘛 然后上到初中的时候 已经到这儿了 就这儿会勒着 女孩子爱臭美 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为什么你妈妈 是要打压你这种 爱美的这种心动吗 你是交男朋友了吗 没交 那是学习怎么样 学习是中等 中偏下 不稳定 但是她没有思考 这个不稳定 是家庭因素带来的 她把这个事认为 成一个极致的程度 是因为另外一件事 就是衣服嘛 我刚才说的那个衣服 然后开学的时候 我就是还穿的那些衣服 那同学看见我就说 你为什么还穿九分裤啊 天气都凉了 然后我的同学们 就为我捐衣服 觉得我母亲 可能不是那么爱我 在这个过程中 我接受了这份帮助 穿着同学们的衣服 出去了 然后我母亲 发现了这份衣服之后 我就把它们扔出去了 为什么扔啊 就是觉得臭美啊 在乎形象啊 不好好学习啊 你有跟她解释过 这些衣服是同学们 送给你的吗 我说了 她怎么说的 你不就是想买衣服吗 我就不给你买 这件事 她可能会 把它推到一个极致 就是我觉得 我就是爱美 就是爱臭美 所以不好好学习 然后才发生了 理发这件事 那后来你因为这样 好好学习了吗 No 没有 冲突越来越大 离家出走了吗 对 你后来离家出走 多久啊 一个暑假吧 你住哪儿 吃什么 住楼顶的天台 感谢 感谢 咱们 这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被很多人帮助过 这些有可能是陌生人 可能是跟我平时连接的不是很密切 但是就在我人生受重创的时刻 有受打击的那一刻 突然出现了 你受到什么样的打击了 离婚吧 那这个离婚的过程中 有一些迷茫和困苦 我在国外没有什么朋友 也不知道跟谁诉说 那我联系了一位 就是我在小时候 当花板教练那期间 认识的一位姐姐叫张姐 我是给她发了一条微信 我也不知道 我怎么突然就想到她了 我说张姐 我要离婚了 我有点迷茫 她就说 你等等我 然后立马就拨了电话过来 那一通电话打了三小时 是我没想到的 我觉得我跟她的关系 也是很一般的关系 因为在这之间 已经六年内 都是没有联系过的 那她能花这个时间 听我去诉说 并且给我提建议 那也就算了 她还拿自己的伤痛 展现出来 因为我觉得 拿自己的伤痛 展现给别人看的话 属于二次自我伤害嘛 那但是她就是 毫无保留地讲给我听 给我希望 给我安慰 然后给我理解和接纳 我真的觉得 真的是好伟大 我就很感恩 那么这是一个 这个时期 还有一个时期 就是我的创业 做进出口小生意的时候 在波罗的海三国 拉脱维亚 卖这个虎泼蜜蜡 那到一个销量瓶顶期了 没有新鲜血液了 也没有人脉了 饱和了 我认识了一位 在微博上认识一位导演 就偶尔点赞评论一下 我就私信说 我要不要加个微信 他说可以 然后我们加了微信 他也买过我的产品 觉得品质 他都知道的 有一天我就 有点走投无路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可以帮我发朋友圈 推广一下吗 然后他就很爽快地答应 好呀 没问题 就立马就去发了 然后在那里 我又加了四五十的 他那边的人脉的一个关系 那你又是如何 去传播爱的呢 真正传播爱的话 是受这位导演朋友的大爱 因为他已经去世了 他去世的时候 我竟然不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他去世那一天 我去推了一下时间线 没想到他天天在那里 鼓励我的时候 给我朋友圈点赞 我以为有时候会丧 他看我状态不好 就说丫头 最近状态不太好哟 要记得要努力哟 不要老是上在 丧的情绪里 类似这种口吻 我没想到他会在病床上 他能做到就是 继续传播爱 继续给予 那已经受材如骨了 就没有人样了 然后去世了 也没告诉我 我都不知道这个事情 确实是一个很伟大 所以我想继承 他身上的这个品质 不悲观 积极乐观 在你能帮助别人的时候 帮助别人 那我就去学了一些心理学 我后面学到之后 就算基础的 还没有学完 然后基础的去 然后去帮助了一位朋友 他当时是一个 腰筋盘突出吧 工伤 然后只能煮拐杖 煮了大概有一周的时间 必须要卧床休息 人是很焦虑的 然后有一天受不了了 实在受不了了 给我打电话 跟我诉苦 大概三四个小时的时间吧 我其实挺忙的 但是我静下心来 他说你忙不忙 你就像当年那些人 帮助你一样 你去给他鼓励 去帮助他 对 传播了爱 对 所以你在传播爱之后 你决定要做自己是吗 对 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自己 做我自己 向往的那样子的一个自己 不管旁人怎么去说 怎么不理解 就比如说我现在做兼职模特 我现在的男朋友 并不是很认可 他觉得我 这个模特工作 太花之招展 他没有看到 其他的模特工作 是很积极向阳 因为他们都是 冬天拍下妆 下妆拍冬妆 就是很辛苦 但他看不到这一面 所以我觉得 我不会受别人的干扰 只做自己认定的事情 你做模特 是做哪一类型的模特 信息里有抖音拍摄 短视频 我们能从哪些账号 能看见吗 因为这个东西 最好给我们看资料 有准备VCR那种短视频 准备VCR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来 百遍穿搭大放松 接送孩子怎么穿 看重点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哈喽 大家好 我是盐盐 欢迎来到我的咕咕间 今天我们的产品是 看 大类先生上的这根马甲 它的设计风格是英式风格 可以看到这样的方方格子的这样一个设计 色彩搭配也是很深沉沉稳的一个色彩搭配 材质的话是羊绒棉的 目前现在是双十一的价格 非常的有优惠 我觉得如果你有男朋友 或者没有男朋友的话 是也适合非常被一个在家里的 男朋友穿着很帅气 那没有男朋友怎么办呢 给别人的男朋友穿 没有错 可以给别人的男朋友穿 今天是可以与你爸爸穿的 那西装的气质是非常惹人迷的 如果男朋友能够穿给你看的话 你每天都看着帅帅的男朋友 是不是还有更能够机器去挣钱呢 好 谢谢王云 我这点评一句 我刚才是跟你开了个小玩笑 但是你反应得挺快 我觉得挺好的 他对于服装的比如说材质 对吧 然后他的这种版型 他说的还是非常清晰的 而且他反应力非常强 虽然他反应很快 但是有个关键的结果没说 这多少钱 买多少钱 是不是 因为我现在也不知道这多少钱 坦白地说太大问题了吧 像你这样的主播太多了 难以脱颖而出 现在带货其实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 是的 所以我也尬在这里了 我觉得刚才的这个带货 大家其实明显能看出来 他是没有经验的 他做的是这种视频的这种达人 我们刚才看他拍的一个小视频 其实还不错 但是这个带货因为他没做过 他根本就不熟悉流程 咱们问他做过了嘛 就是你那个短视频做的怎么样 他比如说播放量 点击量 对不对 引流这些做的怎么样 因为不是我的个人账号 所以就无法去提供这个 那你可以讲讲你做这些的经验吗 你大概做了多长时间 两个月 现在是你的一个职业吗 兼职的 模特是兼职的 因为我跟我男朋友相处的话 我辞职了我工作两年的科夫主管 这个工作 跟他去了苏州 那么那一年的时间里 我在负责帮他带小孩子 照顾家庭这样子 如果有科夫的岗位 你考虑吗 科夫这个岗位 我不想再回去做了 因为我认定了自己现在的目标 所以想去冲 因为他现在是需要舞台 他的形象是美好的 需要展示 女人如花 我觉得他现在是需要一个舞台 但是真正能够让他就是 未来能够深耕立足的是 不仅仅是有舞台的展示 因为现在只是一个年轻的状态 在展示自己的同时 要为自己未来去着想 有个一技之成也好 能足够未来养你自己 养你孩子 或者养你的父母 要做好这个准备 来 我们接下来考察一下 王莹的职场情商课 如果你的工作量超负荷了 你怎么跟上司说 我就是当事上 这是我的老板 可以 好 老板 我相信您是非常 看着我的能力的 但是现在工作量 放在这里的话 会分摊我很多精力 我希望这个工作量 能稍微减轻一下 保证我的 产品质量的产出 同时又能够 做好一些自己学习的规划 首先我觉得王莹你的回答呢 确实在职场里面 我觉得属于是 初级的入门选手的回答答案 就是你先肯定了老板 先一后扬 再讲出了你的困难 然后再加你去成长 但是那个讲的是你的需求呀 然后你没有关心到 比如说当下整个公司 面临的项目任务轻重缓急 如果说我手上有十项任务 我知道咱们现在任务很重 能不能优先先把这几个做完 那几个我慢慢再做 但是要延点时间 如果都很急 可不可以老板 咱们加一个同事跟我一块做 咱们把它优先完成 但是你刚才那个表达就是 关注了你的需求 来有请八位 确认你们的选择 台胜一盏灯 成功进入到最后环节 谈前步伤感情 来 欢迎 我这边呢 是做形象设计和礼仪培训 如果说你愿意 尽下心来学习深造 我这边是欢迎你的 岗位是短视频拍摄 在北上广深都有 在天津也有 月薪七千家 好 王莹 选择软真妮形象礼仪 或者谢谢再见 考虑一下 计时开始 时间到你的选择是 祝贺软真妮也祝贺王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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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还是要把掌声送给王莹 祝贺你今天面试成功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你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王莹 祝你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再见 再见 谢谢主任 当我看到只剩一盏灯的时候 我的心情是很高兴和喜悦的 因为我知道会有一盏灯为我而留 但是没想到 真的实现了 对于阮总的这个信任 我感到非常的激动 能够在她的公司下工作的话 可能对我的成长和帮助是莫大的 阮总我会加油的 呼呼你的期待 好 我们来看下一位求职者的关键词 加三百减二百 爱我的和我爱的 命运多船的右手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求职者登场 大家好 田阳53岁江苏人 青海大众异校服装设计专业 主持人好 您好 各位企业家们好 大家好 我来自江苏扬州 我叫田阳 曾经风风雨雨 坎坎坎坎坎 赚了很多钱 也亏了很多钱 在此 借这个平台 我想重新找一个 合适我自己的工作 谢谢大家 欢迎您 田阳姐 第一个关键词 像是一道数学题 加三百减二百 就是说 赚了三百万 亏了两百万 还剩一百万 那您还来求职 一百万还买了房子 所以现在我也就是 维持生活了 这三百万您是怎么赚的 跟我们分享 分享致富经呗 说来话长了 84年之前呢 我都是在江苏 跟随母亲生活 我父亲是在青海西宁工作 每年只有一个月的探亲假 到了84年的时候 我父亲决定 我正好初中毕业了 就把我接到青海去了 准备我的高中生涯 趁假期 我父亲就让我先学一个技术 就是服装设计 后来就说上高中学校去了 我考七百政法大学的时候 差六分 我的班主任觉得我很可惜 想让我继续复习一年 但是您上班了 我没去 对 因为家里我是老大嘛 只没四个 我父亲要负担六个人的生活 我就想减轻我父亲的负担 纺织厂在招工 后来我就进了这个单位了 这一进的话就是十二年呢 一直到两千年 一次性买断了 买断是不是还给一笔费用 对 给了两万块钱 后来我们这些人就是工会又组织 到上海去了 去上海干嘛呢 西宁跟上海是友好城市 相互帮助嘛 哪里缺人会输送嘛 这样子的话 我就拿着钱到上海木业公司去了 当时我是修板嘛 三毛五分钱一张板子 我以前其实说心里话 我一毛钱掉地上 我都不愿意捡的人 为了那一张板子修好以后 三毛五分钱 我要把它抬上抬下 就一个人翻上翻下 后来我就想 我说离开公司吧 在这里我觉得也没什么发展前头 几百块钱啥也不够 其实还是不差钱 因为毕竟前头有买断的一笔费用 这点倒是 我看资料里显示 您后来还是拿着这个钱辞职以后 去干别的了 对吗 我拿着这个钱 对 带了这笔钱以后 我想算了 这个公司我也不想待了 当时我是做宣传员的 刚开始是修板 后来车间领导 我给他写了一遍 这个咱们就不说了 您就跟着我的问题走 您拿着这笔钱去干嘛了 开饭店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是当服务员 我们那个老板呢 是做大闸蟹的 亏了钱了 到这里来开这个饭店来了 但是他对酒店管理一窍不通的 所以说让我做领班 我当时在里头做得很好的 他说你一个人也行啊 干脆我转让给你吧 三万块钱 我当时又是金又是喜啊 后来我弟弟呢 他就从西宁到这里来帮我了 弟弟帮您 对 我弟弟就学着炒菜 学着配菜 忙前忙后 就通过这个赚了三百万吗 不是啊 这里这个才赚了几十万呢 后来催签掉了嘛 我就不能再做了 明白了 就要重新找地方了 重新找的话也没那么合适的 那您就告诉我们吧 咱们不绕了 剩下的那些钱怎么赚来的 哎呀我就想着 不是借的房子吗 我在上海又买不起房子啊 借的房子是两室一厅的 但是那个厅呢特别特别大 我跟房东就商量 我想把它隔出来一间 再租出去 转租是吧 其实就是说租赁管理 委托管理 嘿 与时俱进的一个词 他是房东的话 就是委托给我了嘛 他说我没时间打理 起步要五年合同 我这里呢就是说 这个房子是毛坯的 你自己看着办 这样子的话我三年 其实第一年不赚钱的 第一年你要装修你要配置 是不是啊 也要投资的 这样的话我从第二年 才能开始赚钱 我前三年基本上拿到 将近三十套房子 你到几几年赚到两百万的 一直到一七年 一七年的时候 到一七年赚到了将近三百万 三百万 人资产是三百万 二零一七年的时候 那时候正好我母亲也过世了 行 我们明白了 那接下来聊聊您不愉快的事啊 谁都不希望赔钱 这二百万是怎么赔的 哎呀说来我真的有点伤心了 这赔钱都不是一件高兴的事情 我有一个弟弟嘛 他不是帮过我嘛 后来他想培育东从下草 我说你先到社会科学院去咨询一下 他的成活率到底有多少 哎这个说的对 后来他说的 哎呀我已经买了这些苗啊 反正就是你说的他不听 他的设备 对 你说的他不听 你投了吗 他那个设备 你最后投钱了吗 我投了 你投了多少 我肯定要投啊 我肯定要帮他的了 你投了多少 您就说最后投了多少 五六万吧 在后面你不知道 你听我说还有个养鸡 等于东城下草 他后面又养鸡了 给他投了五六万 后边他又干养鸡厂 对 这块你投了多少钱 这个十几万嘛 十几万一共给他投了 二十多万 对 他一下子进了 明白了 一下子进了五千只的 那个小鸡啊 杨姐我们明白了 这是二百万当中的 二十多万 那些钱 你投了什么地方赔的 对 我弟弟赔了以后 我觉得自己的弟弟嘛 也无所谓的 给他就是赔掉 杨姐 不好意思啊 您比我年纪大很多 但是我坐在这个位置 可能还是要 给您个小建议 就如果您再用 这种方式来表达呀 我觉得我很担心 晚一点你这个 今天可能见的 就都是红灯了 因为就是您在 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太过于冗长 你能不能就直接 告诉我们 这个钱究竟是 怎么样赔的 越简单越好 行不行 好 那我就简单地 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大头子啊 就是 杨姐 我们第一个关键词 您这亏的二百万 还没聊完 我说实话 从面试的进程上来讲 有点长 那好 您就跟着我的问题走 好的 我问什么 您答什么 好的好的好的 您亏了二百万 剩下的钱 您投给了谁 有一个建筑老板 他干什么 他找我去当会计 那你为什么给他投钱呢 他找你干活 我一开始 他是这样子的 他给我去当会计的话 那我就去给他做账嘛 做账的话 他接了一个环 就是一个批发市场 他赚钱了 当时我就想 这个生意 建筑这个行业 还是可以做的嘛 后来他就承包度假村 他的一个朋友 就说 哎呀这个 老师老师你过来 我这边有个 不是 这个度假村有您什么事 中标了以后 他要限电资嘛 你帮他电资了 我没有电资呀 我们就是合伙做呀 但是我觉得 你是合伙人了 对我成合伙人了 合伙人 投了多少钱 陆陆续续的吧 为什么呢 您就说投了多少钱 我投了一百多万嘛 投了一百多万 可以吗 最后 问题是这个 甲方呢 给我天天画大笔 您就告诉我们 非了吧 来 您看我的手势 已经有企业家灭灯了 天天他画大笔 说今天不明天 明天后天 每个人的过往都很丰富 但是面试当中 您的表达能力是否简洁 也是面试的重要组成部分 您就告诉我这个 度假村您投了 亏了对不对 亏了 第二个关键词 爱我的和我爱的 这是和您的个人情感有关系是吗 可是我注意到您的报名表上写的 您现在未婚 怎么说呢 也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分叉点吧 爱您的是谁啊 我有个闺蜜嘛 就介绍了一位 就说当时我看着 哎呀高高大大的 还挺标准的 但是可能受当时那种爱情小说呀 或者是电视剧的感染吧 我就觉得哎呀这个人缺少一点浪漫 他不爱说话 后来就说哎呀算了先培养培养吧 但是他后来提出来说第二年要结婚 哎呀我慌了 为什么呢我还没做好准备 所以说我就跟他说 哎呀咱俩我说到此结束吧 哇他听到这句话以后 他就眼泪都下来了 那么大的欺齿男儿 他说你说的是真话是假话 我的父母亲去世 是让我最大的一件伤心事 你可别让我再伤心一次啊 我一看我说哎呀我跟你开玩笑的 我就这样说了一句话 就安慰他上车了就回去了 第二天他天不亮 他就来了又来了 他说我总觉得你昨天不是开玩笑 从你的表情我看得出来 后来我当时我母亲还给他 就是打了几个荷包蛋 他都吃了 吃了以后我说 姐姐 就是你讲这荷包蛋的事情啊 跟咱今天的面试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其实我们只想知道的就是 到底因为你的关键石给我们的是爱你的和你爱的 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你能不能帮我们简单的去阐述一下 我们现在知道就是爱您的 你不喜欢他 下面说说你爱的 怎么说呢 这个人呢是在我们单位门口碰到的 当时他是给我搭讪嘛 我说你是做什么的 他说我是做扶贫 我说好厉害啊 当时我觉得他好像好感动 我觉得这人好厉害啊 我平常都住在宿舍的 他就有一次就是冒着风雪啊 等了我一晚上 其实那两天我正好休息我回家了 他说我在你这里等了 很痴情啊 对 他等了我一晚上 很会哄你开心 对啊 我感觉这个人好浪漫啊 他等我一晚上啊 冒着风雪 那天我记得还下大雪 雪很厚的 您刚才聊到爱你的的时候 我就想说 您的这两段感情经历 家里是什么态度 咱先说那个你爱你的 我父母亲就是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你看不上 那这个你爱的 你父母是什么态度 我父母亲说他是个骗子 我说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跟一个骗子 凭我的判断力 我经过经历过这么多 我不会上当受骗的 可以啊 就凭你这经历 你才容易遇到骗子 不会的啦 我都想跟我父母亲 我说我断裂关系 我宁可跟他走 你们不要这么冤枉他的 我每天跟他早上起来 跑步啊 锻炼身体啊 他把那个54张博客牌 他说他能认识54张博客牌 这对 我知道 是 结果 他逗我开心 他说他会魔书 他会魔书 他说他54张才都能认识 后来呢 他是骗子吗 后来 哎呀 你别 他是骗子吗 你把我 我觉得 我要不讲完 我心里不舒服 后来他开始说 资金还没到位 他要住宾馆嘛 住宾馆的话 钱都没有啦 那我怎么办呢 那我得借给他呀 那我对象嘛 男朋友啊 你给他花了多少钱 钱倒不多 也就两万块钱吧 一开始的时候 他哄得我很开心的 你真的相信了 对啊 他说我们结婚的时候 我要世纪性的婚礼 我要登告的 他说我要登告的 你到这个时候都没相信 还相信他是说的真话 来吧 田阳姐 我说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 田阳姐 这样啊 我说一下啊 您就告诉我们 最后他是不是个骗子 他走了肯定就是个骗子了 我的经验还是不足 我认了 你这样吧 田阳姐 前两个关键词我们聊完了 啊 我想问问 您今天自己的面试 有准备什么才艺吗 哎呀 我想准备唱一首歌吧 其实我以前是五音不全的 我五音不全 没事 您就唱 好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也是一样的 独自创业 也经历了很多人不理解 也经历过负载 但是我一直告诉我自己 风雨过后才有彩虹 歌唱得挺好的 情路坎坷 创业路上也吃过亏 您这个右手 怎么就命运多舛呢 这个右手 现在文路都已经长好了 我可以近距离地看一下吗 对 其实两个手 你看看没有什么区别吧 这个手被垫过 垫的全都黑掉了 那时候在单位宿舍的时候 骚水嘛 拔垫的时候短路了 短路了以后 它那个垫它会反弹一下 整个手都打黑了 当时我就想 这个手可能完了完了完了 后来到医务室里头 他就说一个大血泡起来 整个手掌抛起来了 你想想 一个小水泡都很疼的 一个大手掌抛起来了 我说这怎么办呢 医务室说 把这一圈的皮要剪掉 哇 那是个专心的疼啊 遮的疼啊 哇 你们男人我想都受不了的了 我觉得您讲话太有画面带入了 我都心疼了 当时我就剪掉 剪掉以后我这手就是包起来了 包起来了以后 我那时候就做宿舍嘛 我当时什么都做不了 他们就做好饭了 一勺一勺喂我 哎呀 但是那只受过一次伤 怎么能叫命运多喘呢 多喘 这是那天我刚刚从家里出来 我就骑电瓶车 到小区门口接到一个电话 一不小心就歪了嘛 歪了以后整个车子 就压到我身上了 我当时也听见我的胳膊 咔嚓一下 本身性骨折了 所以说你看 不管是电瓶车还是机动车 开车不能接打电话 对 这个安全还是要注意啊 也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大姐这么长时间了 您没有说一点相关于 您求职类的东西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确实 田阳姐 您今天的面试 真的是冗长 咱们回到您找工作 这件事本身 您今天来找服装设计 配音和编辑 您做过哪方面的编辑 上学的时候得过做文奖 有发表过吗 发表过 高中毕业的时候 1988年 在那个读者文摘上面 发表过三等奖 您配音方面 做过什么呀 现在在做那个跑龙套 好多就是影视剧啊 演得很好 但是它普通话又不标准 我普通话比较标准 我问您一下 你最想干的 排在第一位的工作是什么 编辑 我喜欢写 其实我是不喜欢说的人 好 我问一下我们刘登的六位企业家 有文字编辑的岗位吗 有 但是我不会拿一个 1988年曾经破过奖的 学生作文的文章 来衡量你的专业水平 有一定道理 现在已经是2022年了 来吧 各位企业家 根据田阳的面试 请做出选择 有请各位 很遗憾 今天您的面试 只能到此结束了 但是我还是要谢谢大家 踏遍千山人未老 此处风景如好 其实我有时候就想 我们这帮人上岁数以后 会是什么样 也可能比您还愿意跟大家分享 其实我觉得分享的背后 它表达的是一种 你对于过往每一件事的记忆犹新 感谢您来到我们的节目 再见 田阳姐 谢谢主持人 再见 谢谢大家 我看到这把展灯灭了以后 我心情其实有点失落 当然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毕竟这个年龄嘛 即使我在这个舞台上 没有找到我合适的工作 但是我还会继续找下去的 你人到牢学到牢嘛 我会继续加 欢迎参与飞尼莫属 请将求职简历 发送到 飞尼莫属全聘2010 at 126.com 如果电视机前的企业家 想通过我们的节目 招募人才的话 欢迎将您的企业简介和工商信息 发送到 飞尼莫属招聘全聘at 163.com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陪伴和收看 我是大卫 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拜拜